蛋價持續下跌 蛋商工會今天宣布 蛋價再降三元 產地價即日起 每台金降到二十一點五元 創下近四年來的新低 養肌協會和基地農 認為是因為農業部 沒有管控好進口種機的總量 造成雞蛋生產過剩 農業部則解釋 原因是消費低迷 預計入冬之後就會改善 民眾當市常買雞蛋 拿起袋子挑了一大袋 只是說現在雞蛋便宜得很有感 現在什麼都漲 只有雞蛋它有降 我還覺得蠻驚訝 我們的用量還蠻大的 攤商換上新的價位 白蛋一台金是二十九元 比去年發生蛋荒 每台金八十雲的差距甚大 但攤商說價格雖然低了不少 買氣還是不熱絡 不然是天氣熱還是怎樣 買氣也是差 就是買氣差它才會一直降 由於供過於求 北市攤商工會十五號宣布 單價再降三元 產地價美金降到二十一點五元 批發價十六號起 美金從三十四元降到三十一元 單價創下四年來的新低 而最新雞蛋產銷資訊顯示 每日雞蛋產量十二點五萬箱 已經超過國人 每天所需的十二萬箱 每天生產過剩五千箱 大約是一百萬顆雞蛋 產銷嚴重過剩 兩季協會認為 是因為農業部去年 大量增加進口總積的數量有關 農業部的就是在怕說 缺氮的時 因為這個高降雞 目前三十三萬隻 你如果想一天三十三萬隻就出來 要死人 雞蛋雞這個細目增肌症 拜託全市都降雞 包括更新的都降雞 快撞掉 彰化蛋農表示 進口總積孵孵化後 造成投產蛋機太多 導致生產過剩 應該輔助淘汰進口總積 農業部則認為 蛋價之所以下修 是和民眾的需求低迷有關 農業部表示 早在今年七月 就採取淘汰寡產母雞 數量超過兩百二十萬隻 超過目標值也建議總積業者 自主調節生產數量 而產量過剩的情況 預計在入冬之後 民眾需求增加就會改善 藉由林健生鵬換群 台中彰化報導